三星今晚发表最新穿戴装置 包括智慧手表 Galaxy Watch 5系列 还有真无线蓝牙降噪耳机 Galaxy Buds 2 Pro 我手上的这一支就是Galaxy 5 Pro 整个镜面上面 我们都采用的是 全新蓝宝石镜面的玻璃 钙合金的机身 Galaxy Watch 5 Pro表面硬度 高达末式硬度9 只比天然钻石略敌一级 表的设计上面 我们是用D型的一个运动表扣 它是用磁力扣的部分 所以它配戴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因为无动 所以它非常的服贴 然后在运动上面也非常的方便 在电量上面 较前一代也显著的提升 也支援到快充 30分钟可以充满35个percent 如果不开启GPS的部分的话 它待机可以待机到80个小时 连续开启GPS的待机的部分 也可以进入到20个小时 有特别的功能就是 今天你在户外爬山的时候 你可以预先把你整个路径上面的GPS 可以下载在手机里面 然后interface到手表上面 像我这边我就下载了 大屯山 环O型安部二指三下这样的路径 它就把路径interface到手表上面了 所以等你出去外面的时候 你开启它 它就会直接开始做导航的功能 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就是它有所谓的返回路径的轨迹 万一不小心迷路了 最简单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沿原路走回去 透过trackback它就会导引你 带你走回你原本的一个出发点 你就可以避免到一些山难 一些不幸事情的发生 它整个全新的一个 Bioactive的一个sensor 它不但是可以记录到你的心率 身体组成成分 血压以及ECG的部分 血氧也有 都可以做一个完整的量测 所以它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健康的一个帮手 在软体方面 WatchFi系列搭载最新界面 支援全键盘输入 也支援双Sync卡 至于同步亮相的Galaxy Buds 2 Pro 真无线蓝牙耳机 HIGH-Fi位元率 从16Beats提升到24Beat 也就是多了256倍音频 可聆听更多细节 更搭配三颗降噪麦克风 加上抗风罩比前代还大上2倍 因此整体比前代 多隔绝了40%的噪音 同时支援杜比音效 蓝牙5.3连线 具备IPS防水防尘等级 在续航力部分 开启主动降噪可达5小时播放 加上电池盒是18小时 关闭主动降噪则可达8小时播放 加上电池盒是29小时的续航 苹果新闻网台北报道